Hello 大家好 本想大家對Gibson都不會覺得陌生 尤其是這個Lasport 尤其是玩吉他的朋友一定對Lasport很熟悉 沒錯 今天小弟再跟大家說一下 我收上這個GibsonLasport Bass Lasport Bass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1999年 1999年到最後一批Lasport Bass 應該是停產了 大概有9年到10年之間的時間 由1909年到1909年再回廠 當時的Lasport Bass和這一批Bass 它的規格其實有點不同 我們輕輕地介紹一下 這支Lasport的Body 就是用了馬克格尼 而它的Neck就是用了Join Neck 跟一般的Lasport吉他也是一樣的 前面就是一個尾筆托 這支Bass的Fingerboard 就是用了Ebony 之後的Bickup就是 Gibson原廠的Bickup 所以這個Bickup其實是有一點特別的 因為它的Size 其他廠裡很難找到同樣的Size 去replace這個Bickup 這支Bickup 也有一點點是貴格不飽的 所以它貴格不飽 其實它的聲音和Toon 其實都很劇 之後我還會覺得這支Bass的Range 其實它不會太太太幼 它比較有中間的Bickup 而这支 bass 后 它的 tension 打到弦会强强 再加上 drive 和鼓 其实是很 match 就像這樣 沒錯啦 今天就為大家介紹了我的手上司 Las Paul Gibson